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阻隔了世界各地留学生的返校路,如何在学校停课期间保证学生学习连续性,正在成为全球性问题。 面对上述情况,西北师范大学开展了跨国课堂,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对无法返校留学生进行线上教育,帮助其完成学业,缓解学生焦虑情绪。 4月下旬,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杨童军通过云课堂正在给留学生教授高级汉语,从传统面授到成为网络主播教师的他告诉记者,由于留学生大多在其自己的国家,线上教学存在时间、网络、交际平台等多方面的问题,为应对上述问题,教师要比平时多花三到四倍时间备课。 我们的老师每一次上课,现在都是提前15分钟时间就准备调试进入这个线上教学,那么下课之后呢,老师还要更多的时间就是来答疑学生的一些问题,同时我们有一些个别的学生,比如网络的问题啊,老师还要关注啊,关心这些学生,给他进行线下的一个辅导。 目前西北师范大学留在中国境内留学生100余人,境外270人,共有21名教师承担各类留学生教学工作,早在2月底,该校按照2020年春学期原定课表进行在线教学。 我们根据线上教学的情况呢,把留学生做了一个灵活的分班,就是根据不同国家跟中国的这个时差的问题,那么相应的相集集中一点,还有呢,就是根据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汉语学习的情况,那么分在一个。 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二龙,是一名来自苏丹的留学生,受疫情影响,他每天需要在网络上学习高级汉语精读和高级汉语阅读,联盟功课。 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伍和平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线上教学已成为海内外高校应对突如其来疫情的应急之举,也是互联网家教育智慧教学必经的探索之路。 同时,激发在线课堂互动性,可促使教师和学生进行角色互换,培养学生多种学习能力。